現在換人囉 有些給我三十天 六月底的時候 因為我看到非常多是 他們自己想說六月底 你的民調有沒有三成 這次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雖然賴士寶的標準 又再稍微高一點 他認為要到三十五趴啦 三十五趴第一名 我兩隻啊 三十五趴是第一名 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然後可以從二十二點六 十八點三不管 二十二點六 然後直接衝到那個三十五趴 有可能嗎 不可能啦 你能夠先贏柯文哲 就歐彌陀佛了啦 先贏柯文哲 二十五趴算是一個水平 因為選舉其實還有七個多月 你至少在七月二十三 那一天你要贏柯文哲 你總是給國民黨一點尊嚴吧 他們內參民調就會說我們贏了 你哪一天它沒有意義嘛 內參自己做嘛 就你這個時候 你不能讓外面的民調說 你說你是小三嘛 就像說聯合報 聯合報是以前國民黨常用 這個黨內初選民調的時候的機構啊 提名完歌天那個人看嗎 五 掉五個% 那個不能看嘛 我就還不要講說有一些 有些民調人家說它是帶風向的 那個我們都別開不講 每一道電子報你不能輸嘛 就每一道電子報至少不是綠的嘛 而且你要看他們其實很認真 每一個這個就是說環節 每一個時間點 他做得比較柔軟的 他不是說我們這樣突然冒出一個 所以我才會我才會公開講說 這看來先道歉吧 這不是你的面子問題啦 要趕快先止血至少起碼含粉這一塊的 你要先道歉 因為郭台銘也是也是很現實嘛 幹嘛趁了那麼久才道歉 為什麼要公開在機場道歉 就是為了含粉 這個這個這個我補充一下 確實有高層跟我講說 當初郭台銘怎麼去見韓國瑜了 韓國瑜那邊的立場上 你先為當初先發失禮嘛 所以郭董在理論上先道歉 可是韓不一定要見喔 後來郭董是因為去在地 阿彌仔帶他去的 然後才去維多利亞才見面的 所以相相較 這一個大佬跟我講 他是關係跟韓比較好的 他認為說 侯友你會酸中痛啊 姿態要夠軟 所以你會主動 可是到底跟韓到底見了沒 我不曉得 搞不好已經見了 我直接那麼講 侯友宇身邊有沒有人 可以隨時找得到韓國瑜的 當然有 李乾隆就是 李乾隆就是 那個時候整個新北 整個韓國瑜 很多事情都是李乾隆在負責的 李乾隆那時候棄侯友宇 棄到什麼程度 為了為了那個新北 新北進總 新北的韓國瑜的總部主委 希望侯友宇去嘛 侯友宇跟他回一句話 選務中立嘛 對 但你現在你要該還人家嘛 這個跟支持誰不支持誰 沒有關係 你現在你需要韓國瑜啊 不是韓國瑜需要你啊 那 郭台銘 臉書道歉夠嗎 後來還正式公開道歉一次 不是只有臉書道歉 那張榮衛為什麼要幫 郭台銘 是因為張榮衛的派系選舉以前 以前的派系選舉的時候 郭台銘有幫過嘛 所以索爾點點第一 他不 我不會說一定說是利益 但是就是說 以前郭台銘幫過張榮衛 張榮衛這次會告訴郭台銘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才能夠帶你去嘛 那侯友宜有一個李千龍 我講的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大道理 當初你在人家雪上加霜 今天回過頭來 你總是要還 你還下去的結果什麼意思 你這邊只差三四趴了 韓國瑜不會只差 只幫你加兩趴吧 韓國瑜應該沒那麼差吧 你道歉下去 你就有機會跟柯文哲打平了嘛 你跟柯文哲打平的時候 七月二十三號 國民黨全大會那天才不會那麼痛苦嘛 這是一種的慶充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說道歉非常重要 尤其是最近韓粉的這些大將 開始都有一些寬斷 而且尤其他們動作非常多 當然朗東說 他抖內也是非常重要 可是不只 當然他們也有其他的 這個一些內心的想法 這邊寫親茂直播 其實他用的是我們公司 三立的畫面 那我們來看這上面寫什麼 如果說我做得不夠好 你誰誰誰來當進總主委 都沒效 所以侯友永遠不會忘記 競選的主任委員 就是我的四百萬市民 我的 我在選是這樣 別人再選也是這樣 他的意思是說 本身三片如果是有夠好的 你不用去找什麼 競選總部主委 有那麼厲害 不用找什麼王金平 不用找什麼人 問題就在這裡 虎林大哥 他找王金平不是碰壁嗎 那大家也覺得 王金平其實在南部 那種他這個調和鼎耐的實力 包括在地 畫水會給人家保分 王金平說 我要接他的競選總部主委 機會很小很小很小 直接這樣講 再來呢 那個東浩哥 王院長是不是屬於這種退休狀態 算是吧 他是算 對啦 現在不在鎮騰地線 可是他很忙 他說對對對 我現在工作非常多 我有很多主持的活動 我沒有辦法專心在選務之上 然後重點是本來就不熟 我直接這麼講 找了王院長吃飯 我們是要排時間的 我不能臨時約 他很忙 他跟在立法院一樣 早上就進辦公室 一路下來 幾乎沒什麼空檔 因為他人脈其實非常豐富 所以問題就是 做人要好兇嘛 你剛剛講的說什麼 誰幫過誰的忙 以前就是郭台銘幫過張榮衛 問題就是侯友宜沒有幫過誰啊 所以現在其實所有我真的覺得這是業力引爆 我看到侯友宜就想到自己 想到我的童年 我在讀小學的時候功課很好 品學兼優還當班長 那我們的同學就會找我一起玩 那我穿得乾乾淨淨漂漂亮 我說我才不要跟你玩 你們好髒喔 你們還打赤腳 笑死人 結果這樣沒事啊 但是有一天老師說 我們要選舉模範生 那個王毅仁你出來選 我就出來選 這個時候我靠過去 我說我要跟你玩 你不是欣我髒嗎 討厭走開 我們不要跟你玩 你假先怎麼樣 所以我真的勾起我這一段回憶 這就是侯友宜現在最真實的寫照 你自己 各人做業各人打 你今天你當初是這樣對人家的 那人家今天就這樣對你 所以被王金平拒絕三次也是剛好而已 人家你不是當初也拒絕人家嗎 你當初不是說四百萬市民是你的主委嗎 那現在就是兩千三百萬國民是你的主委嗎 你幹嘛去找王金平呢 重點不再找王冰群 重點不再被拒絕 重點是在你被拒絕三次 而且還被公開 就好像我有一個朋友 你知道有些男生現在喜歡公開求婚 公開求婚你要安排 要排安裝 要排現場 要準備好 然後通常要得到女方的默許 因為你在那邊搞了氣球 搞了謝花 搞一堆東西 當中被拒絕更長 對旁邊那邊嫁給他 嫁給他 結果女生說不要 哇靠丟臉丟死了 結果我這朋友就是沒有跟對方講好 一次在女生的公司求婚失敗 兩次在這個戲院公開求婚失敗 第三次到棒球場公開求婚還失敗 你丟臉丟死了 以後所有女生都不要理他 所以這個重點不在於你被拒絕 而是你怎麼會被拒絕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以為他整個的問題 他就是能力低 然後姿態高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 你也不肯對郭台銘示好 你也不肯跟韓國瑜召歉 你也不對馬英九低頭 對不對 叫你九二共四 你也不肯 你也不對朱立文客氣 葉連志自己講 他說侯友宜最需要整合的是黨中央 對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那顯然你的聲勢就一路下跌 其實我也不希望這樣 老實說 我還是希望台灣有正常的政黨競爭 甚至政黨輪替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有在臉書寫 搶救猴猴大兵第一招 就是叫他辭職新北 辭掉新北市長 你全心全意選總統 對啊 你這破釜成州 我跟你講 至少我跟你保證 回到二數 他現在老三的情況下 他怎麼可能破釜成州 我待會兒 我現在青尾都沒去 我跟你講如果你總統選輸了 你再回去當市長 你不要忘了韓國瑜的下場 你不要以為只有高雄人會罷免人 新北市民也會的 而且你如果真的總統輸到那麼慘 你還有臉回去當那個市長嗎 你還有臉 你在外面被人家拋棄了 不要了 你又回來跟你的主人在一起嗎 我覺得這個 你其實是 真的是 你要不就這麼做 那另外還有第二招 可以救他的 對九二共識 但這個不能先跟他講 也不能救他救太快 賣個關子 那我們下次再講 那重點說 大家一直在講煥猴煥猴 然後朱立倫 他國民黨就在罵說什麼 這都是綠營在帶風向 我跟你講 講煥猴是誰是張亞中 是劉家長 對 都是他們自己人 當時換柱也說是綠營在帶風向 對啊 當時真的就這樣 所以重點 我覺得不會換猴 因為朱立倫不能犯兩次錯 不過郭台銘 不是他有另外一招 我們聊了非常多 就是逼退侯友宜 讓他自己知難而出 侯友宜如果不 我相信他如果真的把市長辭掉 破釜成 因為新北市民 新北市民其實是很支持他當市長的 但是不支持他當總統 所以他的新北市也很低 那如果他把市長辭掉這一點 新北至少可以救回來 那多個5% 3% 5% 也許至少可以回到25 要不然25以下就完蛋了 可以贏客問者 可以贏客問者就好了 那假如不行的話 我覺得侯友宜再這樣下去 他會知難而退 國民黨不會開口 國民黨是有情有義的對不對 明顯 他不會再演這種事情 但是所以你看 郭台銘最近就很安靜 靜靜的等待 等待那一天的到來 說不定是7月23 說不定是10月15 總之他是有機會的 感恩參會也好 感恩之旅也好 我不用一定把新聞 在這個這一個區段 就把它出完 我可以慢慢的慢慢的來 他最近不適合出新聞 我跟你講公關公司續約了 公關公司本來要說 辦青年創業座談 去大學 然後去幫十三個 請他的立委站台 還有人建議他辦兩性平權論壇 你又再反串 所以公關公司叫他 你最近不要動 你等他們這一波過去再說 好 來逸川哥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 他有大型的活動 那這個當事人是新北議員林菁姐 林菁姐也是要選立委 那他講說 我們這個侯詠儀是怎麼樣 他民調一定會像是台積電一樣 觸底反彈 那他在7月9號的中午 說要辦一場規模 大概是三千人左右 有在新北的古都餐廳 然後呢出席的人 包括像議長蔣根黃 國民黨前面 李千榮等等等等 那可以接口 差不多三千的人來 這是他目前聽起來 第一場的大型造勢 這我就覺得奇怪了 林菁姐幫他辦 然後反而不是說 黨中要什麼特別的統籌啊 或是什麼的 你會怎麼樣來看 林菁姐辦這座 就是一個立委要選舉的座 請侯友宜來 請李千榮來 然後請這個蔣根黃來 就這樣而已 如果 如果侯友宜出手 第一場大型的造勢活動 是某一天的中午 在一家餐廳的室內 人客人漸漸漸漸 總共怕三千人 侯友宜就下課了 這很簡單嘛 你如果看郭台銘辦的幾場 對那個什麼便當的啦 對那個高雄的啦 對那個台中的啦 因為都有一些自來客 對不對 自己來要收集的 或是當面可以拍張 對 或是說油欖車請來都沒關係 林菁姐要辦 你自己的多當 其他的立委的辦 你當完油欖車嗎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後來的叫什麼 叫什麼豬賴 侯友宜同意嗎 林菁姐你自己給豬賴 所以林菁姐當 叫這個全台灣的 蠔友宜 或完會的全部叫豬賴 頂子 頂子 全台灣都叫豬賴 都用這三個 要怎麼寫 人家豬賴是廣東話 你怎麼寫 蠔友宜真的買嗎 你辦這個多當 就搶說這是什麼 什麼全台灣 蠔友宜的第一場 蠔友宜現在我說 他那個幾個團體 都彼此複製 他說平常是說什麼六字 才會去做什麼 中東好選人 今天拜幾 今天拜二 請問侯友宜 今天走去新北市的名義是什麼 他說 市政參訪 不是 你去明星科大 明星科大叫你新北市 什麼叫 他是去看 是明星科大 特製的新北市的學生 或是說 新北市這些科技大學都不好 我們就要看到 新北市的明星科大第一名 哦 楊文科你在新上 辦這科技大學 用得很好 我們新北這科大都沒辦法 所以我們去明星科大 給你們參訪 是這樣嗎 蠔友宜你發的公開行程是什麼 你不要跟大家說清楚 你要用新北市的資源 要用新北市長的名義 去參加這個活動 你就說清楚 我跟你說 他的不同族群彼此互賜 他現在的身分也彼此在互賜了 所以現在對侯友宜來說 他真的出不來 今天這個年輕姐要辦這個活動 這辦得當時 辦得刺過去了 還很久 還很久 刺過去了 現在六月六合 還有一個多月 活塞雷有事啦 塞進去的塞 地雷的雷 沒塞進去自己報 所以我覺得 因為是現在 因為侯友宜 他現在整個競選總部 包括什麼總幹事 主任委員 現在都搞不定 搞不好他找不到主任委員 他會說兩千三百萬人 都是我的主任委員 他算成本就這樣說 侯友宜要跟韓國瑜和解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說韓國瑜有個好朋友 叫做傅崑崎 傅崑崎去年的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還說 這個傅崑崎跟許正威是神雕俠侶的 去那邊花蓮幫他助選 結果傅崑崎爆發這個信燒子案件 這個時候 結果侯友宜是什麼 絕不寬待 然後接下來馬上說嚴格檢視 但是這個新聞被那些青藍的一些媒體 在報導一下 底下全部留言 就是說 侯友宜是哪根蔥 為什麼要說三道四 還說要公報私仇 所以這些代表是什麼 如果他要跟韓國瑜道歉 那時候韓國瑜就會接到 傅崑崎的這個電話 說侯友宜這個人不可以相信 所以說侯友宜要搞定的 不只是韓國瑜而已 連韓國瑜旁邊很多這些 他的好朋友們也要一起搞定 但是侯友宜遇到的問題是說 他身邊的團隊很小 而且是非常的不知死活 他一直說我兩次新北都大勝 我這些民調都假了 都不可能 但他沒有想到是說 選新北跟選總統完全是兩碼的事情 讓他去得罪了藍營這麼多勢力 包含在韓粉的勢力的時候 侯友宜現在要去突破柯文哲障礙 是越來越難 因為他要道歉兩個人嘛 一個是要跟郭董 就是說他會會 不見得一定要道歉這個字眼 那起碼你要有動作 那韓國瑜的部分 剛剛東豪哥開得要就是說 愛去會失禮 那那個明顯哥道歉的這個部分 是還沒有感受到 但是有一個部分我們進一步 接著來看 這個林維洲是這樣 他也是幫他設想 他就覺得那既然你的網路聲量 你輸給柯文哲 你也輸給賴清德 要怎麼提升 包括你這個議題的掌握度 討論度等等的 他說我們要開一個加強訓練班 不是演言訓練班 加強訓練班 加強議題方面的 私之有徐巧鑫 有王鴻威 有羅志強 有謝龍介 那不是都在教罵人的嗎 對啊 四個都是罵人國的 不是啊 董事長開場的時候都教過他了 真的啊 有啊 謝龍介兩場都有啊 對對對 謝龍介也有 還有兩個主持人 所以是吸收能力有問題 還是說 我過去兩邊 我真的過敏 你真的不要哭 不要來過 我真的過敏 所以撒拼了 你看我每次講 還有你們的轉移焦點 我過去兩次大選 我有參加輔選 包括藍軍的 我都有參加輔選 政見會的時候 辯論會前 包括資深媒體人 我不要說誰 都有參與 甚至找姿泰李儀斯 就是要怎麼怎麼怎麼 什麼手勢怎麼擺啊 要擺到哪個姿勢啊 要有自信的展現嘛 你主播一定要訓練嘛 手勢要怎麼擺 動作要怎麼擺 然後語調要怎麼樣 都有啊 這些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都要都要學 一個政治人物 特別選總統都要學 那議題的部分 我覺得是這樣 何半剛成立 我覺得他們 該調整自己的步伐 他們還是過去幾天 還是以新北連任的 那個小規模的選舉 在選他沒有海納擺穿 比如說黨內 黨中央有議題設定的小組 國民黨 國民黨還有快速議題 快速應變小組 國民黨也有大數據啊 相關的智庫都 相關智庫議題 工房都有啊 這一套要納進去啦 所以我覺得說 雙方包括夥伴跟黨中央 聯繫完之後 戰役怎麼整合才是問題 你是用正面表述來抱怨 因為你就是要海納擺穿 可是他們就沒有嘛 這麼多勞 結果他們都沒聽 他就是在那個新北市 自己侯家軍的小圈圈裡面 你再說了 我等一下騷擺 我是說整合的腳步要加快 現在還是太慢 如果整合腳步加快 就會隨著民調一樣 如果整合得好 民調就起來了嘛 現在上去的角度有點慢啊 我看《美日老電子報》 最近做了一份 侯友也是有回升啊 回升不高 可是還融為老三 我覺得如果整合的腳步加快 藍軍鄰居的再快 包括你整合深藍跟韓粉那一塊動作快的話 你覺得藍軍的制度只有那麼低嗎 那你覺得他慈欣美市長 民調可以上來 那你決定 他決定 我認為要破補陳舟 你有酸掉這個狀況 酸不掉 用什麼方式 你破補陳舟用什麼方式 但是現在考量說 你現在很主席 他要考量到三個月立即補選的問題 你現在要補算 第一個找人對藍綠都是問題 第二個你現在要補算 好馬上騙說 你新北市長 你馬上選完又要補選 他會不會被K 所以我覺得要通盤考量 那我認為 這他自己做成的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他要去考量清楚 到底是沒關係 我遇到很多我們要選 可是你不是說你希望他破補陳舟嗎 我當然 我願意希望侯友宜自己講破補陳舟 而且江啟臣來選就好了 不是已經講好了嗎 我當然 其實我特建民進黨可以派苦林老師來選 我覺得他比較適合 我是不知道 我也不是民進黨破補陳舟 不可以 你國民都不能選 可是江啟臣不是可以嗎 他要選立委 所以他選立委的話 我覺得經營一個選區 在台中已經那麼久了 你叫他來選台北 不太適合 所以我覺得這樣 侯友以上民調低是事實 可是過去的錯誤 你怎麼去做修正 才是重要嘛 現在選 現在選戰 才正式開始而已 你不是現在說 現在民調看就輸 你就認輸了 這樣是不是不對了 不是啊 民調書你就要找出方法 所以搞不好 真的辭市長之後 破斧陳舟 你的生意出來了 太多出來了 替他休憩 搞不好會這樣 我補充一下 他不可能會去辭市長 因為辭市長 三個月內就要補選 補選 柯文哲一定會派人 大家都忘記這件事 因為他是總統前哨戰 民眾黨怎麼可能會缺席 柯文哲一定會派一個非常強的棒去選 那如果這樣子 國民黨又被他再次分掉票的話 那總統的部分會繼續崩盤 最後一光想到這一點 那就不可能會去辭掉 新北市長 好來伊翔因為你是賴清德 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嘛 那剛剛民賢哥他是用海納擺穿這件事 說你這 你至少侯友宜競選工作室 你也是很高怪 叫別人的名稱不一樣 我們都說是 低調 因為覺得有點丟臉 所以不敢太張揚 然後這幾個年輕人 然後兩個是議員 那其他的公貪北呢 公豪哥你念得出他們的名字嗎 因為那個沒有跑新北 不知道但是議員呢 對 就是你會覺得其實辨識度很低 那幾個沒什麼實在 除了宜珍跟呂家凱 那其他我們都不太認識嘛 你如果沒有在主意國民黨的新聞 所以你說 宜珍跟呂家凱 宜珍跟呂家凱 還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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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二十幾歲 這兩個比較重要 不能這樣子 人家人家要二十到二十九歲的票 你勾這兩個 民賢哥今天已經很感冒了 已經過敏了 你們不要再害他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民賢哥說得很好 其實現在侯有一整個 就是有點像一個地方 新北市長的一個選戰 其實剛才打完 有點像沿用的概念 所以包括他發現是誰 其實新北市可能知道 但全國沒有知名度 包括他過去在做什麼事情 新北市民可能知道 但全國沒有知名度 包括過去推動的建設是什麼 新北市民可能知道 但是全國沒有知名度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剛剛大家都誤會 因為大家聽到議題 所以要上這個所謂的議題課程 大家都會想到政策 對不起啊 大家可以想像 許曉鑫上什麼政策課程 王侯一要上什麼政策課程 他們在討論工房 工房議題就是工房 議題不是政策 議題就是針對現在 當前的政治議題 要怎麼有效可以打贏網路賬 打贏輿論賬 打贏青年賬 等等等等 這是他們要幫他上的課 因為他們覺得侯友宜 簡單說什麼 沒有戰力 我認為我認為現在國民黨也好 侯友也好 最大的問題其實不是民進黨 最大問題是你們跟柯文哲的關係 其實柯文哲就默默 因為你不敢批評柯文哲 柯文哲做什麼事情 民眾黨做什麼事情 國民黨必須安親 因為選民太多重點性了 你只要批評他的話 你自己人說 團結反律等等等等 沒有人敢說半句話 結果默默的 柯文哲就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越吃越大隻 國民黨就越吃越瘦小 越吃越瘦小 結果已經快被吃掉了 自己還不吭聲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的關係 反而才是接下來 大家矚目的焦點 包括什麼 包括就是郭台銘 到底會不會去支持柯文哲 我覺得這個 才能夠成國民黨最大的危機 因為你說郭台銘 知不支持柯文哲 他們現在是在曖昧的階段 然後一點冷截冷截 又不能夠太明顯 因為其實郭董說還捏著一張牌 九月十五號 當我黨期恢復的時候 我有沒有可以等到煥猴的那一天 或者是侯友宜自己認為說 現在這樣已經氣熱了 要全氣都賣了 有沒有這樣一個可能性 然後他都還在等等待時機 在推演中 那這個我們講 王金平是拒絕當競選總部主委 而且他講得很白就是說 自己也沒輸 自己的團隊也沒辦法磨合 甚至我覺得備份上差蠻多的 侯友宜竟然講說 我們的老朋友的考量 奇怪了 侯友宜跟王金平的這個備份 一個六十出頭 一個七十五號要八十了對不對 兩個人備份其實差距蠻大的 講老朋友搞不好 王金平在家裡看新聞 吃之以鼻搞不好會不會 一定會覺得奇怪 怎麼侯友宜是王金平的老朋友 不是第一次去南部吃早餐的時候 說不熟嗎 本來就不熟 因為王金平跟侯友宜是怎麼熟的 就是他當警政署署長以後的事情 阿扁那個時候 是阿扁跟王金平熟好不好 那警政署 那個時候侯友宜要當署長 為了預算 為了預算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新北市長 那時候在台北縣的時候 周錫瑋 那個時候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陷警察局局長的人事案 好像卡在周錫瑋手上 那個時候 是去拜託王金平王院長 是不是可以跟周錫瑋那邊講一下 我印象中有這麼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說侯友宜跟... 拜託的官方 走好朋友的官方 走老朋友的官方 都不一樣 因為你是署長 你是警政署署長 你來拜託我 他不會... 不會不幫你 他就是跟周錫瑋講一下 周錫瑋願不願意聽...是不是聽得下去 其實那個很快 那個大概就一通電話的事情 那除此以外 侯友宜跟王院長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我不是刻意要講他跟王院長怎麼樣 就沒聽過 因為從今年的二月到現在 我好歹也跟王院長吃了幾次飯 就沒有聽過他談侯友宜 我講這話不是要害王院長 就是說那個時候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說 比如說他跟郭董的關係 那郭董的關係 他跟郭董的關係 談的沒有很多 他也解釋 為什麼那一次跟郭董的見面 是怎麼被安排的 那個... 那個就是主動跟被動之間的關係 所以侯友宜要找王金明院長當主委 有沒有機會 本來我覺得是有機會 本來... 你說用的方式 以及那個... 不要說一堆人 在吃飯的時候 他都沒有自己開口 對 他是李乾隆開的口 那個都無所謂 你透過旁邊的人去試探一下 都可以 或者我要對外做一個形式 我三顧茅庐也可以 可是三顧茅庐的主角是劉備 你不能讓那個官公 官老爺子變主角 李乾隆跟王金明王院長好不好 當然好 過年前兩個人在一起吃春酒 李乾隆請王金明王院長到他家 兩個人共... 沒關係 反正上一副已經講過 兩個人一起在講的 共同的結論就是 朱立倫不可信 講什麼事情朱立倫不可信 就是朱立倫跟郭台銘有一些...有一些講的東西嘛 你現在事後看 是不是事情變這個樣子 郭台銘第一波的炮打 是不是黨中央嘛 然後... 李乾隆還會跟王金明王院長說 朱立倫講的那個不能聽 那一部分有一些事情 是跟侯友宜有關係 因為這個... 這個...我不放... 我再轉述下去 就超過了 但是你如果今天侯友宜 你真的需要王金明王院長 幫你的計程總部主委 就不是透過放話啦 就不應該是這樣做事情啦 我要自己開口啦 你要自己... 因為李乾隆絕對決定到王院長 如果是我的話會怎麼做 我會拜託李乾隆私底下 先跟王金明王院長打個招呼 然後我如果是侯友以後 就直接到王院長家裡 對 其實不遠啦 就台北市而已 然後王院長他... 他一定有... 家裡一定有一個人反對 就是王院長他太太 然後王院長因為有很多事情 所以他必須要有時間 把他旁邊的這些事情安排走 講個最簡單的 李四川去當蔣萬安的副市長 你以為一口就答應 李四川答應他好朋友去當人家 那邊去幫忙的時候 他也要很多想法 他要捲律政治嗎 所以這時候包括王院長 他們這些人才會去幫蔣萬安 排解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侯友以為很奇怪 因為警察從基層出身 這些社會的妹妹 各個教導你侯友以為應該最了解 對啊 你怎麼社會路 政治路越走越... 我真的... 我不是要... 我真的不是要去... 不要說罵侯友以為 這些事情應該是ABC不需要拿出來講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他... 他這樣... 像玉川剛剛講 他那個對像他的支持者互刺 他自己的人格也互刺 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很高義 很老實 務實做事的人 可是如果你講到王建平應該講 我尊敬的長輩 對啊 所以你那個口號要改一下 你那個好好做事 要不要改成好好做人 你現在不是做事失敗 你是做人失敗 所以那最糟糕就是說 他為什麼會做人失敗 因為有人把他教壞 你許曉信 黃鴻暉 謝永傑這些人 會什麼事他們只會罵人 剛剛這個宜翔也講了 所以你罵就在那邊亂罵一通 一下子就罵到自己嘛 然後這個賴清德說要跟 人家是快文快答 這邊一串也講過人家好玩 跟這個習近平吃個飯 對不對 跟他講不要放輕鬆一點 事實上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你知道這件事情讓賴清德 在年輕人中得到很大的好感 因為問你說你想跟哪個外國人所吃飯 我說我想跟習近平 換句話說你習近平是外國 這就是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國 互不地數 很清楚 而且我叫你放輕鬆一點 不要搞那麼緊張 是你搞得兩岸劍拔奴障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事件 結果你說什麼 你說肉麻當有趣 我告訴你什麼叫肉麻當有趣 徐老爺明明不是那些生日 你跑去餵他吃生日蛋糕 那個叫肉麻當有趣 那個江澤民是我們的敵人的頭子 你去他的宴 這個上里上面掛名吊宴 那個叫肉麻當有趣 所以你要搞清楚 而且你還說習近平信得過你嗎 那我請問你習近平信得過你嗎 對這個然後再來就說 再罵一個什麼 2025核非核家園都做不到 你不是希望做不到嗎 你不是一直反核嗎 做不到你在那邊A什麼A 然後你說我們以為 你以前講沒有核電就沒有核安 你也是這個站在非核家園這邊的 忽然怎麼翻轉過來了 然後還說我忍了五年 原來你這個支持反對核電 這五年都是在忍耐 原來你這五年都在騙新北市民 而且你講你看他什麼要求 說這個核非要這個要放在室內 不能永遠放在新北市 現在就放在室內 為什麼不能放到室外 因為你的干涉儲存檔不讓人家過 然後不能永遠放在新北市 不然是要放去哪裡 請問哪一個限制願意讓你放 侯友宜我給你一個建議 我真的好心的 我們臺灣 台電有跟北韓簽過協議 把核非要放給他們 對 結果後來 那是高階 會不會變成核武 所以美國也出來制止 不讓我們把這個核非要送過去 你知道北韓還告我們政府 台電官司還沒告完 所以侯友宜 既然你想到這個 除了你核非要好放 我就給你一個建議 你再跟北韓談談看 好不好 我想說 那個如果是要請教 我們覺得上國政的課 那本來是師資還不錯 可是變成王鴻威 徐巧鑫 謝龍介 羅志強 你覺得這是在上什麼課 他其實侯友宜剛好 需要上什麼國政的課 跟他說議題 議題工坊 侯友宜沒有議題 侯友宜因為你問什麼答案都一樣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今年的學測的作文題目叫做 叫你 叫你講說 你聞到那個花草樹木的香氣 聞到什麼香氣 你有什麼感覺 侯友宜柯林跟你說 團結共好 好好做事 如果去年課會說 當我打開課本的時候 哪一門課對我啟發最強 學測的學生 侯友宜去寫 他也在寫大家團結共好 好好做事 然後前年考說如果我有一個新的冰箱 侯友宜柯林也是說團結共好 好好做事 侯友宜的問題 不是他沒辦法好好表達 他不是說我要先講什麼後講什麼 不是 他是因為他沒有內容 所以剛剛講完這幾個 什麼許小星王鴻輝 他們這些人是要到後面 要先讓侯友宜有東西 有東西然後他講出來的時候 講得不好 這些人才進來幫忙 不是這些人現在就進來 其實侯友我再跟你教在這裡 跟柯林老師好心教你 我現在又教你在這裡 你只要把國民黨智庫幫你擬的那些國政 全部全部引用 然後呢 他們那個國民黨智庫派一個來當你的發言人 國民黨的立委 國民黨的政策委 全部都幫你辯護 侯友你每天都要好好做事都沒關係 你就讓國民黨智庫這些人幫你講就好 要批評也才能幫你批評 要設定議題也這樣 侯友宜好酸 你不在自己處理議題的啦 對呀 說那個科學要處理議題 候選人哪有在處理議題啦 那都是下鍋的人在用的 你候選人就是我今天去要講什麼 你跟我說 我去那裡要說什麼 記者問我什麼 大家問我什麼 我只要說什麼 至於那些達人什麼九二公司 那都有人會幫你講 你只要說我支持九二公司 事情就改完了 今天這個美麗台灣民調裡面有一題 問說你覺得侯友宜有沒有支持九二公司 一半的人說沒有 還有一半 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幾人 說什麼 不知道 侯友宜你實在很可憐 你有沒有支持九二公司 那些民調都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在日本尻他說 這個侯友宜對於兩岸 他是沒有策略 沒有策略可能也是他的策略 沒有策略 就是策略 因為侯友宜 柯文哲自己的政見 也沒有策略 你如果支持九二公司 對你沒有靠分 因為國民黨就是支持九二公司 對你不會加分 你不支持九二公司 可能媽媽他們叫他 配都走完了 對 然後你什麼都不講 全部都走完了 所以你最好方法就趕快講究 我說這裡國民黨智庫 其實大家都幫你寫好 因為他們會比較研究 台灣很不爽 因為你們第一島交接 人家都傳好了 電子檔 紙本 整張用好了 你不要收就不要收了 你那個政 你那個五個發言人 哪一個可以講政策 你說我聽 你國民黨智庫只要派一個 有辦法論述政策 去做你的發言人 以後只要講到國政 都叫他出來說 他去跟國民黨的立委 大家上課說 我們的政策是什麼 立委全部都要說 像明顯議員也要上課 都要說 何友宜你自己不用說啊 你就好 你就假的 什麼東西都要經過你 去台灣要經過你 要說政策也要經過你 無到現在不怪 什麼徐曉昕 王鴻營 怎麼發作你的老師 你實在是浪費 你身材也十幾年了 你做警政署署長 何友宜又是國立大學校長 這很重要 何友宜是台灣的國立大學的校長 國立大學校長地位多崇高 學術地位多崇高 連這個也沒辦法說 太想到漏氣 何友宜這些事情 你都會處理就好 不然因為我們要跟你問什麼地方 不管你連考科什麼 問什麼地方 你答案都一樣 人家會覺得你這個人不知道 什麼都不行 何友宜繼續加油 因為你的民調實在是太多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賴士保說你要35% 你歷史上唯一出現35%是什麼時候 各位看這個圖 遙遠的半年前 就是市長給他拆掉連日媒體最關 其他都沒有 賴士保你常常在哭哨 他只有這個時候出現過 接下來我判斷 他們就是說何友宜跟這個柯文哲 兩個就捲在一起 你看看他們兩個我怎麼沒有 賴清德 先第一次有第一次的死亡交叉 是跟賴清德 然後接著很近 在五月上旬的時候 就跟柯文哲有死亡交叉 這個完全都不動 賴清德都不動 所以接下來就是兩個機構 可是我覺得 何友宜繼續往下機會很高 各位記得 他只要去找黑金 那個郭台銘的經濟人 就不會支持 如果他去找韓粉 討厭韓國語的人 就不會支持 他現在走去哪裡都出事 所以何友宜人情世事做好 這些事情 該去處理的處理好 由旁邊的人 由這些人自己跑出來說 我支持何友宜 不然你記得去人家打卡 實在是有很沒力 明賢哥有一個場面 我蠻困惑的 所以我要請教你 這個場面是週末的時候 侯友宜嘉義同鄉會 那個嘉義同鄉會 我們不是說嘉義也是 他算是第二個本命區 他主要的本命區 應該是新北市 也是大票倉 那嘉義的同鄉會 是辦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 這邊看起來密密麻麻沒有錯 可是另外螢幕 上面就是沒多人 稀稀落落的 那還有一個是說 關鍵人物誰沒有登場 是嘉義市長黃敏惠 黃敏惠呢 在地方算是也是耕耘非常久 因為沒有出現 他一派夫妻長來 所以就有蠻多做文章的空間 說今天有不是老三的話 你覺得會有這種待遇嗎 不可能嘛 所以是不是國民黨自己人 也是好像不太相挺 還是有種丟包的味道 沒有啦 我覺得你都故意 新說的國民黨分封 在土門瓦解的意思 這樣過程 國民黨就退算就好了 不是這樣嗎 沒有土門瓦解啦 清非議論而已啦 當然啦 主持人 合友他們的民調不好 所以就跟跌倒一樣嘛 你跌倒姿勢不會好看啦 跌倒人家在相反 你姿勢拍攝看 你胖大股 你姿勢不錯的 不是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不是你們自己黨內的人 就更要送軟嗎 你還可更多人嘛 那你不然椅子少放一點嘛 連立委來支持都要假洞了 要罰錢才來 我始終覺得 苦林老師蠻適合選舉的 就老公 就是這樣 你民調 我同意 我同意大家講 你民調不好 民調甚至有一些民調 做出來變成老三的時候 你確實有一些就是你做錯了 除非你做對 你民調第一名 你現在民調50% 你們節目大概就不會討論 何友宜了 就是這樣 這很大事 就是說你民調不好的時候 你做怎麼樣 代表你很多節奏錯了 你怎麼去做修改 該拜會的沒有去拜會 該協調的沒有去協調 你說智庫送給他的 何友宜那個 都有啦 都看過啦 他也在唸 所以我覺得 我同樣 我剛剛一句話 節奏就太慢 因為選舉我知道有節奏 那何友宜的節奏就是 我覺得就太慢 比如說他講能源政策 前陣子他講 核能再怎麼樣 何友宜支持核能 這是國民民調核心立場 你再怎麼樣 你不能走 跟民調一起走 你要把國民調走這位 因為我支持核能所有的顯像事議 你就說出來 你國民黨這塊你就站好 可是除了支持核能之外 你的配套是什麼 能源配比是什麼 如果何友有順勢追出來就好 能源配比怎麼樣 嚇到他說 七個月要對我講 就太麻煩了 你怎麼可能會看不完 而且博士論文都要唸一些原文書好不好 沒有那麼簡單 那第二個 我就講 就是說對於兩岸政策是這樣子 他九個共識會採取模糊化 國民黨現在說九個共識很少 就是說我們立場就是支持中華民國憲法 維持兩岸現狀 就是這樣 這立場 你說那個賴清德不是這樣嗎 賴清德也支持現在 中華民國現在進行室 所以民調要怎麼撐起來 當然要很多作法 只是我認為說 侯友宜目前的第一個選舉的能量 規模太小 第二個傑作要再快 第三個你說的就是黃明慧 我真的不知道 你說他中間的國民黨 你說國民黨候選人傳 他絕對會騎台 只說那一天他有沒有行程 或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可是他沒有來這個事情 也終究會被外界給他拿出來 黃明慧沒有去這件事情 表示侯友宜在嘉義的票掉得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 黃明慧那時候十二月在選的時候 侯友宜站在他旁邊 幫他助選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嘉義是因為他延後選 那所以到十二月才選 侯友宜很多人都避 我們剛剛都講說韓國瑜很多場地都避 可是在去年十二月 他沒有避他去幫黃明慧站 所以侯友宜自己在臺北 那邊國軍辦一個嘉義同鄉會 黃明慧就沒去 就表示說黃明慧也知道 在中南部這個地方 後來的票流失了非常嚴重 所以他現在技巧性的 用一種不表態的一個方式 去表達說這個候選人的話 已經他的票員在中南部出現了問題 其實黃明慧最有名的是他 甚至每天早上在殯儀館 都可以一個小時坐滿滿 就是只要他的選民那種 他那個白鐵金 這是他統春名的 所以他會有什麼事情 嘉義又不是多大 難道他會去阿里山採茶嗎 怎麼樣也趕得過來吧 讓敏儀館 敏起來台北比較重要 不是 我就覺得這個是自己人的問題 你國民黨自己人 你會挑場合嘛 那你該送軟的時候要送軟嘛 不然你那個如果發現人 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你場地不要挑那麼大嘛 不然你發現人沒有那麼多 你椅子就收一收 這都是可以計較性的作為啦 沒有啦 我說一下 你如果說我們七二三全代會 還有一堆是正式提名嘛 全代會 我們十幾個縣市首長拿那個執政的 你說一半都沒來 那你就會啊 你說這一種真的有時候 平時還是要看大家的行程 所以我告訴一下 要辦這個同鄉會這個活動 最重要是什麼人的時間 最重要的這個官長 到市長的時間嘛 一定要來嘛 所以時間是要敲環敏會的時間 不是你侯友宜 叫這個同鄉會 會長兩個說話 跟我們這天通知環敏會 不是這樣嘛 你要敲環敏會 叫侯友宜都可以的時間嘛 你敲到一個環敏會 不管什麼理由 環敏會就是沒來嘛 你敲到一個環敏會 沒辦法的時間辦這個活動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平東同鄉會 館長也有很多人來過 要看什麼地方啦 你說平東同鄉會 那就不一樣啦 你如果是來的 你跟周春閨敏會覺得不適當嘛 過去總統也來過啦 官長很少來啦 你要看清楚啦 你說人的時間 我用這個來檢驗說 藍軍基層有沒有停 我覺得當然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見鋒插針 可是這個 我覺得要放在全代會 才是比較大的檢驗標準 我們不是要見鋒插針 是你們鳳一直跑出來啊 你也講啊 鳳跟山東一樣 什麼啦 你說的 沒有 不是 這樣畫面要對比 一個是稀稀落落 然後這個市長 防民會沒來 另外一邊我們在看什麼 是賴清德 他其實是嘉義市的信賴之友會成立 然後他特別有一個不公開行程 但是後來有人嚇老了 反正就是提供了畫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網美會委員賴清德 然後這邊 這邊是誰 地方也算一種意見領袖 因為他是這個成立七十年 遠東機械集團 不巧前董事長 莊國慶是誰 是國民黨的前立委 所以這一趟不公開行程 被解讀是有霸妝意味濃厚 國民黨的人賴清德要來接胎 所以你要知道是那個冷暖 侯友宜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侯友宜的問題在哪邊 我們從一個市政的部分來切入 我先請教朗東 因為這個問題 我自己 我看來我覺得 如果我是家長 一定會非常心寒 那身材是在做什麼 我們來看一個部分 幼兒園 因為有時候你會知道 這個小朋友是比較活潑的 可是他的幼兒園的 這些幼保是做什麼事情 他是 疑似是為小孩安眠藥 那這個問題其實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們看這邊一個列表 五月十四號就有三個家長 他發現說奇怪了 我這個小朋友 好像是被中班的老師 餵食不明的藥物 所以他們還去報案 但是五月十三號出事 三個家長對不對 五月十七號他幹嘛 很開心啊 他是被徵招提名 那你可以看這個事情前後 燒得非常大 陸續有九個幼童 他們協議裡面 或者是尿印有被檢出 含一個叫做巴比托的藥物 有十個家長去報案 一直到五號的時候 你才看到他們啟動一個叫做到 這個幼兒園裡面去檢驗的專案 你知道是有多久 起碼二十二天的時間 你才看到新北市政府開始動起來 動作不會太慢了嗎 老東 沒錯 這個案件讓人覺得非常的憤怒 是說在五月十四號的時候 三名家長就已經有發現這情況 而且為什麼會發現 因為他疑似為了安眠藥 跟不明藥物之後導致小孩 他一方面很暴躁 一方面又有四歲的一個狀況 這是這些精神類的藥物 很常見的一些階段性的一個反應 那這個時候 其實新北的這些地檢 還有警察局是有出動的 可是新北的教育局 讓這些家長很不高興 以這些家長為什麼要去提告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因為說他只要打了一通電話 給一個家長 其他家長這些反應 都沒有主動去關切 照理講 發生這件事情 第一時間這個幼兒就要被徹查 就要關 結果等到這事情鬧大之後 到七月他準備要去就關他 然後再加上是說 這些幼兒還有很重要的 要去安置 要趕快去轉院 結果相關的事情 新北市教育局都沒有做 一直等到什麼時候 六月二號的這個時候 因為已經開始有立委出來 開記者會了 然後這時候 他的教育局才破了一個文 這文叫什麼 有關這個司法案件 會追究到底 結果這什麼司法案件 提都沒有提 新北發生這個問題 但全台灣的各縣市 都可能會有一些犯罪事件 可是你市政府 遇到犯罪事件的時候 你出於態度是什麼 以及你定期記查 本來就是地方政府的一個責任 然後發任之後卻沒有第一時間去處理 去轉院 導致現在已經有 招勵十位家長 都對新北市政府 非常的一個不滿 聯合的開記者 會去反映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侯友宜 你不要再去說幫這些幼兒園 還是幫這些地方上面 這些問題去擦脂抹粉 好好面對你這個市政 這個千瘡百孔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他們處理的方式 的確是非常的糟糕 那個巴比陀特別去查了一下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他除了是這個安眠症淨劑之藥 的藥以外 他說安全性 其實是比較低的 容易產生生理方面的依賴性 臨床上面已經很少使用了 結果他是餵小朋友 這個部分 那我請教 你想因為你要知道 這是不是新北市 裡面要處理的事情 而且幼兒園 你們在議員監督 應該也是這一塊 我會是蠻focus的 可是他在這個部分的處理 就是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一個五天 就是變得越來越多 家長報案之後 他非常 動作是非常慢的 現在才開始有反應 那如果說你這一個市長 你完全就是上情發條 你專門全心全意 focus在市政 會發生這種事嗎 其實我簡單說 這有點像是在滅火一樣的狀況 就是說如果你去定區檢視 等等等等 你本來就不會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冒火的一個風險 因為平常定期都會去檢查 確保陷入 確保各方面都ok 但是結果現在已經火已經開始 然後反而你還是要等到燒到大火之後 你才開始去處理 才開始滅火 所以這個現在就是新北市政府的態度 因為本身大家 我相信其實都是這樣子 各種團體都一樣 看到主管已經心不在焉 看到主管已經跑去其他縣市 在選舉 在浮選等等等等 回過頭還會覺得說 就沒有大人在家嘛 你沒有大人在家 理論上 你在很多事情上 你可能就不會跟郭先生 這樣這麼謹慎 我都懷疑他們是不是有那個 以前柯文哲不是有所謂軍機處嗎 說再去七點就要開火 把雨情匯報過來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缺失 是不是要趕快處理 我都懷疑他們可能沒有 其實這就是螺絲鬆的緊不緊的 一個其中的背後的道理嘛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市長 這麼不重要的話 那就不用有市長 說實在 你各縣市都市長都廢除 你顯然市長是有角色的嘛 那你市長角色 有角色 有人在 但是這個人是消失的 那我問你那最後導致結果是什麼 所以我要說其實不只這幼兒園 你說幼兒園這件事情 對確實 他是真的是處理方式是完全不及格 但是另外一個是 真的是說謊 包括這個戴偉山議員 就有來踢爆說 侯友宜最近針對這個 也是他選區裡面的 這個板橋 有一個五全公園的地下停車場 他就很氣啊 他說中央都沒有給我們錢 甚至於中央還導致 這整個計畫延後 戴偉山聽了就非常非常火大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因為他去查資料 這個停車場是申請中央的前瞻預算 那就是中央有出錢 前瞻預算是立法院編的 這當然是中央的錢 是中央要核定才會撥款 而且不是撥款幾十萬幾百萬 是撥款2.62億 給新北市政府去做這個停車場 然後結果2019年9月 就已經撥款成功了 就2021年的7月才開始開工 開工是誰的權責 當然不是中央是地方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怎麼能回過頭來 這戴偉山醫師說 你怎麼能回過頭來說 睜眼睜眼說瞎話呢 你今天明明中央就願意幫你 然後結果你今天回過頭來說 中央沒有幫我 中央都不給我錢 所以我就說整個新北市的市政狀況 真的像是亂 補充一下 他耍賴耍到什麼地步 台電的事情 干事組存場 對 行政訴言他也輸 法院判決他也輸 那你輸了 台電已經送件了 那你輸了 你就應該去處理這個件 結果他不處理 然後他說台電沒送件 中央在阻擋我 我已經送了東西 現在法院已經叫你要受理了 你還不受理 還要叫我重新再送件 然後我沒有送件的時候 你說中央在阻擋 所以我覺得很可怕 他就說這很像是吃了柯文哲的口水 就是就是跟這個 這個戴尾山講的 這個例子是一樣的 你就是要耍賴 什麼東西都要推給中央 然後你 我真的是聽不下去 蠔友是專門口的 去年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為了停車場 前瞻的停車場 我說為什麼有五個停車場 板橋三個 三重兩個 到發包都沒有發包 蠔友說沒有 林佳龍團隊好好回去讀書 這五個都發包了 你也給他名字看 他說因為那個物價上漲 所以還沒辦法發包出去 你們中央也很多都沒有發包 你給我拐拐拐拐拐 現在就是說 你這就是沒有發包 確定了 今天戴尾山講的 那五全公園停車場 那是去年 去年也對話宣稱已經發包 現在就是說如果發包不出去 他就給他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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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 前瞻基礎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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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 他就不肯穿 他就不肯穿 為什麼 他就說中央沒有給我錢 請問中央沒有給你錢 這四十個是什麼 現在東宮的那個環磚線 那個北環線要通來來 那是不是中央的補助 那也是有補助 你說幫你動 我幫你動 五代輕軌不是四月份通過給你嗎 你也是通過給你 你不能說槍執案的時候 出事情 你就說中央要處理槍 不然槍人心北這十時間 嚇到刀 撲十幾斤 以後是要管制刀 你不能什麼 什麼事情都管中央 侯友宜接下來的每一件事情 他都會用這種邏輯跟大家討論 做不出來就說是中央 然後發包不出去 就說什麼原物料 原物料上漲 然後呢 譬如說跟老公 養孩子吃藥 那就是保母帶孩子 他們就說要睡 為什麼家長會知道 因為孩子回去都沒有要睡 奇怪 就是白天都睡很久了 回去家長都要顧孩子 不真會發現 這個事情 現在他會跟他討好 他會怪那間幼兒園 還不就怪什麼 怪拖映中心 還不就怪衛生局 為什麼那個科長 那個股長 那個承辦人 為什麼沒有去查 侯友宜的這個態度 在處理這個施政 可是他起碼 他們的這個應變反應是要快的嘛 而且講到那個停車場 前瞻預算的那個部分 有啊 有補 補了兩億多 結果你竟然可以說 喔 中央都要倒閃 亂轉 都沒有做完 這個這個我覺得很離譜的就是說 他好像是不是那個 議題加強訓練班有上課了 然後又得到一些真傳 我說怎樣 我認識侯友宜的時候比較早 那個時候他還是台北四星大隊長 那個時候侯友宜不會這樣子 那 因為我自己 我先講停車的問題 像我們有時候開車到了板橋 或者到三重 停車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侯友宜從副市長當到市長 市長又連任 他怎麼可能不懂這個東西 那前瞻預算你居然去申請 你市府總是也有自己的預算 對啊 遇到遇到遇到原物 要這三年因為疫情 因為烏克蘭戰爭 你通常來講都會再追加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這是ABC的事情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侯友宜會變這樣子 那你說巧星或者洪威 他們去教他 這裡面就產生一個問題 總統不是怕手 總統不是攻擊手 他是不是應該請徐曉星跟王洪威當發言人 可以啊 因為這個東西就讓巧星跟王洪威變你的發言人就好了 就擴大你的發言人群就好了 因為通常來講一個競選總統進辦的發言人不會那麼少 你就找他們來就好了 總統是要做領導 領導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告訴我們 就是你要當總統 你的準備是什麼 你要帶的方向是什麼 侯友宁怎麼會不懂這個道理 你如果你都已經看過一六一五年的朱立倫是怎麼怎麼輸掉的 那個慘況 你現在你又要用現任直轄市市長的身份出來選總統 那你就要找一個你有能力的副市長幫你把他處理好 可是他把首席副市長也帶走了啊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謝政達是他最重要的這個這個首席的政治目量 說實在的很多國民黨的我認識的 其實對謝政達處理事情 他的眉角不夠悠 所以慘友宁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問題 你會不斷地重複看到 但是沒辦法 這個就是因為謝政達是最能夠抓住 慘友宁的人 這沒辦法 當然還有一些嫡系的 他有幾個局處首長是他的嫡系 那慘友宁你就是要做一個選擇嘛 因為你會顧你會顧不了啦 你不可能又顧總統又顧新北市 你的新北市又沒有又沒有一個 一個一個副市長幫你守住 如果劉荷蘭能夠幫你守住也可以啊 可是你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啊 會亂成一團 亂成一團這七個半月裡面 你對新北市市民來講 你就會沒有交代 所以就回過台還是那句話啦 真的把市長做好之後 做滿之後再來選總統 七月二十三 你這 因為慘友宁 你這還來得及啦 還來得及啦 我都覺得還不及 還沒有提名 去年底今年初的時候 侯友宁的朋友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侯友宁那時候曾經講句話 我不是非選不可 侯友宁真的應該再想一想 好 來 宜翔 因為侯友宁的狀況 我們剛剛也看過那個民調了嘛 可是你知道 趁你病要你命 為什麼這樣講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就是這樣啊 因為核廢這個議題其實已經感覺好像已經是前幾天或是上禮拜的議題了 可是 柯文哲在訪日的時候 柯文哲是怎麼會說這個問題 他說 2024侯友宁應該要講清楚你核廢料到底要怎麼處理 而且他講說這是你未來要面對的問題 你當時不讓核一核二的這個核廢料的儲存槽 阿永和也不對 阿現在你是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通俗的講出來混的以後都是要還的 蛤 侯友宁講啊 那個核能也是選項嘛 以前這都不是喔 以前都是跟國民黨是保持距離的 當他為了要把這些藍影的選票摳在一起的時候 那民調低了嘛 柯文哲來啦 他就出手了 我們要瞭解那個權力架構 就是現在國民黨已經不是大哥 如果你去看這個民調數據顯示的話 現在其實柯文哲才是大哥 現在不是柯文哲要拜託國民黨幫他做事 是國民黨理論上要拜託柯文哲幫他做事 所以柯文哲理論上 像發言權已經比過去大很多了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一開始就提到 我認為這現在就是國民黨最大的維修 舉個例子 我們在臺北市議會 其實就在處理到就是去年的雙城論壇 核銷這個問題 核銷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因為當時是跨藍綠共同簽署 這個附帶條例 就是說你這一筆費用 如果是有共軍繼續擾台的話 是沒有辦法核銷了 一百多萬喔 不是小數量喔 結果確實柯文哲不顧議會的決議 還是去辦的嘛 對不對 然後結果市議會就說 可是我有附帶這個決議 所以你不能辦 所以現在會計數說 那你這筆錢根本沒辦法核銷 沒有辦法去核銷嘛 那現在的問題是 你講完要去跟柯文哲追討 理論上要 不然這一筆呆戰是算在 不會算在柯文哲 柯文哲已經卸任了 是算你講完的頭上 你講完市政府會有 由於有一百多萬 是完全沒辦法核銷 是不知道要怎麼樣處理的 那你是不是應該去跟柯文哲去索賠 因為尤其是柯文哲他家人 不是把這個銀行存在都亮出來說 我錢多的是嘛 不是他說罰單來我就繳 這也不是罰單的概念 現在的問題是 你還不能怪他 因為台北市罰單還沒寄出去啊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向最大的矛盾 就是他的支持才被搶走 他的論述 他的發言全球都被搶走 但還是不敢去罵柯文哲 不敢去罵民眾黨 所以今天他已經被柯文哲吃豆腐了 結果還是沒辦法去吭聲 所以但是我還要一直講 柯文哲這去日本 真的是我覺得有一點離奇 因為離奇不只是這個發言 還有針對這個所謂的核食的發言 核食的發言 他也說講得很離奇的話 為什麼大家不要忘記 那時候大家在討論核食的時候 就政府就出來講說 這個當然是跟CPTPP有關 美國已經不在CPTPP 現在最有發言權就日本 最大的經濟企就是日本 日本說了算 現在就是這個狀況對不對 不是百分之百 但日本最好至少是說到最大聲 所以當時說一定要把這個核食處理掉 結果柯文哲說不可能啦 這個哪有連結 你不要鬧了 結果他去日本去拜訪一位前首相 前首相直接跟他說 沒有這就是連接點 因為你們處理這個 我們現在才能支持你進CPTPP 直接被打臉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其實我們大家不要忘記 柯文哲過去就已經犯過很多次的外交禁忌 結果這一次他繼續犯這個外交禁忌 為什麼外交禁忌的其中一款 是你不要把話塞到人家嘴巴裡面 他上一陣子已經犯了 對隔阿姨的部分 就要去日本一模一樣的狀況 就人家只是在稱讚說 你過去因為當過醫生 所以你很果斷 所以看這事情可能會有一些決策 等等等等 結果柯文哲就出來講說 柯文哲就民眾黨就出來講說 哎呀這他在稱讚他的這個領導風格 領導精神等等 就是說的好像是跟當時當事人說的不太一樣 尤其那後來他們說是因為翻譯等等的狀況 可是這個其實就是外交的一個禁忌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會有這些誤會發生 我最後提到說你今天國民黨你每次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其實有點可憐 因為其實你很多人其實在智庫課方面 你在這些都做準備 你在美國在日本等等等等 結果柯文哲就先跑去搶了你的風光 然後結果國民黨還是沒有辦法去更生 就只能讓票只能讓支持度慢慢流失掉 我們在說有料沒料 那因為其實在質詢台上 在背詢台上 你會覺得那個張力是非常大的 我們來看一個我們很久沒有聊的人 新竹市長高鴻安 來 郎東 我要在請教 高鴻安的狀況是什麼 那因為他不是講說零到六歲國家養嘛 郭董的政見我來幫忙實現對不對 然後議員就要問啊 那我請問你 你育兒津貼加一千 你要不要執行 你今年度編載什麼預算 他問到他真的沒給他扣了他 因為這個一千他預算一定是沒有編 所以他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說 我到底能不能夠在今年之間來實現 還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覺得 如果是你做市長要比順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的問題 新竹市政府欠多少錢 這個是一個 這是媒體的陳佳宏要講 新竹市欠多少錢 然後他把那個巡達的截圖截出來 我想這個預算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這個負債的部分 這個其實是一個蠻離譜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網友在那邊哭愁說 我們把他送去化驗 因為他不是很喜歡說放球場那麼多 那個土就要挖 就要化驗嗎 送去美國 這個化驗要化驗很多次 化驗半年 每個一個月都要化驗一次 而且結果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 問題在於說高宏安他身為市長 你剛上任 你可能有些事情不了解 例如說新竹有幾個里 新竹有一些什麼樣的一些路道的細節 你不熟 這沒有關係 可是一些很重要的大項目 你應該了解 包含到預算是多少 負債是多少 他現在被問到的是說 這個負債總額是多少 他就一開始說什麼 78.5億 壞人發現不對 要等到小超遞上來之後 才說是163.4億 這是一個非常差兩倍的一個數字 然後問他說0到6歲的小朋友 人數有多少 因為他說0到6歲在國家養 那你國家養 你知道人數才會算預算 有多少人 他竟然說打不出來 然後最後只好請他坐下來休息 然後政治就問他 更基本的是 有一張照片是他自己去宣傳腳踏車照 問他這個在新竹的哪裡 他也想不出也不知道 自己騎過腳踏車 自己宣傳的地點自己都忘記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竹人 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高安他現在很想就擔心說 怕明年一選完了之後 北檢就把他這個 這個積壓起來 因為通常的話 這個地檢署在選舉結束之後 就會處理一些政治性很高的 一些司法案件 所以在明年一二月的時候 高安很可能的話 就已經在這個北檢 或在這個在積壓的過程中 所以他現在有點心不在焉 那當然影響到 是新竹市民的權益 我覺得他很有柯文哲的風格 柯文哲也自己講 我前台北市長 我前兩年都是亂做 然後就做五大弊案 就專門抓 弊到專案頭來就沒有 這真的有得柯文哲的分寸 不是 起碼柯文哲 他還搞一個什麼廉政委員會 然後弄那麼多的委員 比較認真 柯文哲最好的一個最重要 就是把北門整理好 把那個中校橋飲料拆掉 從此以後就沒有了 因為就很方便 然後視野又寬闊 那個是沈惠宏 不是 我要說是 因為廉政委員會起碼他看起來像個樣子是認真的 你每次用一個小鏟子在那邊鏟 棒球場的土真的很不像樣 那我們當然知道說他那個思考 下一次又有什麼負面新聞的時候 你去搖 看他會不會去 我覺得百名了 幾乎 幾乎他就是會再繼續做這樣一個政治操作 最後我們講侯友宜 為什麼他一開始被國民黨認為是最強母雞 因為他市場得票一舉衝突 一百一十五萬票 民調也是來到了這個高峰 我們看這裡就知道 那但是半年來 你的民調 你看到他一路就是斜坡 一直一直往下走 對比賴清澤的民調 很穩定 在這一個比方 那你再去對比柯文哲 人家柯文哲是緩步上升 所以侯友宜他的支持度 已經呈現兩次的死亡交叉 今天瘋傳媒報導 侯友宜民調豬洋變色 國民黨歸咎叫做業力引爆 那你去想 國民黨這是不是一個要丟包 侯友宜的訊號呢 所謂素倒狐孫散 強倒眾人推 吳子嘉董事長的這個 董事長開講粉絲見面會 取消了場次 踩了侯友宜一次 美島電子幫民調 侯友宜掉到老三 又最新做一次 再踩一次 民調你說它要翻掌 我覺得是不成章吃拼 明天同一時間 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